法兰克福上海汽退展的发展 是和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同步进行的 在2004年的时候 中国对汽车配件开始了对外开放 取消了所有对汽车配件行业的投资比例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外资企业大规模的在中国进行汽车配件的生产布局 一个展会有了一个产业发展的基础 又有了一个市场需求的基础 就有了一个办好展会最好的基础 在上海这个地方又有了便利的展会设施 同时还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团队 这些条件促成了上海法兰克福气配展能够很好的发展 气配行业的发展的方向 如何与汽车工业的发展方向很好的结合和调整 展会在这方面是可以发挥一个引领的作用 作为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力的这样展会平台 面对现在新的形式 特别是汽车发展的新的形式 要充分发挥它的在信息交流行业引领这样的作用 相信法兰克福上海气配展能够越办越好